当我把这个竹子疙瘩挖起来的一瞬间 我瞬间脑海里面就想到东家把挖机叫过来是正确的 刚好挖机在旁边做事 这大爷就叫我过来把他房子旁边给他打整一下 估计是家里面买了小车 准备把这条路硬化一下车子能开到自己家的门前 在农村干活最不缺的就是观众 这房子旁边也需要打混泥土 把土往下挖20公分 公路边有水管就不能挖得太近 第一个步骤就是把平面高度 以及需要硬化混泥土的地方 全部给他大概平出来 土多了就往矮的地方前 就这样扫来扫去 刮击调整一下方向 东家叫我们把这个破碎的石头也给他清理出来 接头的地方可以挖深一点 方便后面打混泥土 跟地霸接得上 多了就往旁边擀 用斗底把地面使劲地给他揉搓按摩一下 转过来也是一样 第二个步骤就是用斗背把第一遍剪平的高度 用斗背全部给他按平 放眼一看 看见哪里不顺眼 就用斗背给他按一按 不能让他与众不同 第三件事就是挖一条基础槽 然后用砖头给他砌起来 可以防止以后露塌掉 基础槽挖完过后 再用斗背把粗糙的地方再给他抹平 每天小赚200生活多姿多彩 老铁们今天的活也就干完了 下面这一条路有一点坑坑洼洼 老板叫我们过来重新修整一下 以前这条路也不知道是谁修的 把两边高的地方往中间填 就这样一收一推 从旁边取土甩到路中间 甩到路中间的土就往后面收 把坑坑洼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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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里有水泥板 证明这条路非常的软 人都不能过 当挖斗把多多图往后面刨了过后 整条路看起来就不会坑坑洼洼了 这么窄还想让我开过去 疯了吧 旁边又是这么深的宴堂 算了算了开溜开溜 现在挖机换了一个方向 倒着上去 边往后面退 就把路面床部给它抹平 这么稀的路修了水感走在上面 把旁边多的稀泥板收一收 一边往后面退 一边就用挖斗的底部 把路面给它抹平 高的地方就往低的地方填 软一点的地方就用挖斗给它拍一拍 很快整条路就给它修出来了 顶呱呱 这里是以前南水的堤坝 后来东家在里面养了鱼 过完年 东家也想把里面的鱼里床部清理一下 挖机站在中间的平台上 能挖得到的鱼里尽量的往上面转 整个鱼塘的风水面貌就是 两边都是石头 中间一条很深的钩 挖机调整好位置 把边上的鱼里往中间赶 就这样扫来扫去 尽量把这些鱼里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 然后挖机开到堤坝下面 就这样疯狂的往外面甩 吸尼巴 很快就把能挖得到的吸尼巴全部已经转走 接下来的步骤 就是收集更远的鱼里 然后集中在堤坝下面 收集好过后 就这样以此循环 站在堤坝下往外面甩鱼里 现在已经开到了另外一边 也是同样的方法 同样的步骤 把所有的鱼里都集中在一堆 然后再打包转出去 老铁们 今天的这个鱼里实在太稀了 堤坝的高度又非常的高 每挖一斗吸尼巴 就只能勉强的甩出去 现在你看不到我 我也看不到你 因为我的前挡玻璃上面已经全部占满了篱笆 每挖一斗往外面甩的时候 都必须把动作都连贯起来 如果一不小心提那么高 停顿下来 整个挖斗的淤泥又会全部掉下来 每挖一斗都要把脖子抬起来 看上面 真的是太难受了 继续把多的淤泥集中在一堆 继续把多的淤泥集中在一堆 这就是今天清理了一天的鱼塘 整个淤泥已经全部转出去 视频里面看不出来有多大的效果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